好 那今天这一堂课呢 我要跟各位教太极拳 我们在衰语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引落 对不对 引落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骨胆加百胆加落 像我们小庞贴筛啊 牛手肠啊 或者两手正义筛啊 通通都要弄到骨胆 百胆加骨胆 然后加落 落是下沉 双脚一叙就叫做落 那你看我随便好好够讲 我们用牛舌肠 你看我这样子 我牛舌肠走反优加螺旋走下沿 如果我只有这样的轨距 它还不会下去 所以呢 我走这样的轨距的时候 我要加一个骨胆加百胆加 所以我就摔它很轻松 你看我骨胆 我百胆先摆 百加骨胆 再加加落 就下去了 看到没有 很轻松 就是说 摆蛋 中板也要摆来摆去 摆蛋的同时 骨胆合在一起 在走反优一个落 那所有的动作 几乎都这样 你看 小庞贴筛也是 我抓着它 对不对 我打开空间 对不对 摆蛋 加骨胆 加骨胆 再加落 那我就是 你看 我就摆蛋了 摆 同时加骨胆 摆蛋加骨胆 加落 它就下去了 好 所有的动作都是 那你看 如果 两手正气栓 打开 走斜角 摆蛋 你看 摆蛋 加骨胆 加骨胆 加落 摆蛋 加骨胆 加落 就下去了 好 我现在示范三个摔 其实太平学的摔是因底成瘾 是无限的 一搭的 对不对 我这样做也可以啊 对不对 上反走 对不对 你看 取来 藤螺 上去 对不对 摆蛋加骨胆 棒 就落了 懂吗 所以我们泰拳在摔圆的时候 是全身的一个整径 摆蛋 骨胆 加骨胆 还有一个落 当然有 下一个走骨 走翻针 走下的 很多啦 通通加在一起 但是在里面 你一定要会把摆蛋 骨胆 落 集合进去的那些技术 你摔圆的时候才很轻松 不用力 在走队范围 走队角度 就跟吹夫拉雄一样 一搭的敌人 对不对 我一搭的 你看 搭的他的队 对不对 比如这样子 做到开刺了 就下去 看到没有 那我可以做不同的角度 我可以做远柔的角度 OK 通通 哼 你看 骨胆 白蛋 骨胆 哼 木 一脚就可以走到他的腰 OK 谢谢